陈小姐 不用这么客气吧 我这次约你啊 是想给你这个年轻有为的 总经理请教请教 怎么经营一家新公司 我这方面没什么经验 请说 就是我想问你啊 如果公司 肖像发票多 进一项发票少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啊 我们就好像经过一两次 你就这么直接地问我这个问题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呀 我是怕我知道太多 内部消息的话 会不会对你产生什么不利的影响 当然不会啊 你看那天晚上我都喝成什么样了 你都没有趁人之危 我信你 是这样啊 半年前吧 我成立了一个小公司 本来业绩什么的都还挺稳定的 但是 进账方面出现了点问题 我一算要缴很多的增值税 我自己呀倒是有这笔钱 但问题是 公司不得走账吗 我如果硬塞到账面上 别人肯定一眼就能查出来吧 进账少 就少证点 不要盲目地充什么业绩 毕竟是新公司嘛 万事开头难 你不知道 我跟我爸堵了一口气 如果我公司因为资金周转出现问题 那他肯定不同意我开公司了 不是 陈小姐 你家庭这么好 为什么不靠家里要跟爸赌气啊 你不知道 我从小到大 因为得什么东西都太容易 所以别人都说我肯老 我这次开公司 一是为了证明我自己的能力 离了爸妈我也照样能活 二呢 我觉得 我要向爸妈证明我自己 我做我自己喜欢的事 一样可以成功啊 我自己喜欢的事 这个事 我不建议你乱来 毕竟涉嫌造假 是违反的 那怎么办呀 你可得多帮帮我 我回去想想 想到了告诉你 没有过不去的卡 那我不管 反正我都跟你说了 我就等你的好消息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假的 蔡总 这合同上写着 是用立新集团大厦作为抵押 根据立新集团的公司章程规定 必须经过所有股东一致同意 才可以办理抵押登记 据我调查 张立新所签的这份合同 根本没有走公司的正常流程 这合同上的印章和签字 都是假的 伪造的 所以啊 您和张立新所签的借款合同 是有效的 但是抵押合同是无效的 赤裸裸地赖账 你不说张立新的事违造的 你们说张立新的事违造的 我现在觉得你们这些事违造的 建务长 我给了你一天的时间 不是来听你讲故事的 你今天如果不给我一个 圆满的答复 我马上派铲撤 把立新大厦推了 别比你目标 账总 您别急啊 这个钱呢 我们也不会赖 既然这个事情在法律上 已经有了认定 三个月期限一到 我保证 我们连本贷利 七千万一分不少地还给你 三个月 你们糊弄我哥呢 张立新款我哥借钱的时候 立新集团什么财务状况 我们弄得一清二楚 就你们这公司 能长得了三个月吗 别回头弄个破产清算 我们去找谁 我让你说话了没有